早 欢迎收听HinderFan 罗友志 呛新闻 新闻不够呛 政府不像一样 今天 呛一呛也呛到自己了 今天天气虽然OK啦 可是我觉得夏天好像 自己总会觉得哪边都怪怪的 尤其流了汗以后觉得 好像那边又痒了 那边又不舒服了 那边想要叫他爬一下 然后自己就会开始经不住怀疑 自己是不是有那个什么险的 对不对 然后就会自己去买什么易可夫啊 干嘛 要我来告 那今天我就因为 我自己是偶尔会有那种 痒到底是什么的那种念头 然后加上很多听众朋友会反应 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 我们的应该算是 土城医院算是长庚医院的一种 但只是地区在土城 新北市地土城医院 它算是在新北市政府下 可是它算是委托长庚来经营 新北市土城医院 然后是我们风湿过敏棉医科 对不对 蔡炳和蔡医师来跟大家问早 各位听众大家早 你看我现在又想要抓这边 是不是我们常常会有人 会亲不住的会觉得自己哪边会痒 会抓的感觉 对啊 夏天的时候皮肤的一些症状也蛮明显的 有些人特别容易会有一些 像皮肤痒啊 红疹啊 莫名啊 这些都蛮常见的 那我们自己都开始当医生了 爸爸就会说 你那些皮肤就是 一定是没筋啦 没筋感染到啦 所以上有些人会自己去买一些药膏啊 对啊 我这样做对不对 如果是严重的话 建议还是要给医生看一下 因为有的时候 常常会搞错方向 例如说如果是 美菌感染 你擦肋固醇 反正治疗效果不好 所以其实那些 医可敷啊 或者是什么一些 过敏药在擦的 几乎都是肋固醇 很多都含有肋固醇的成分 那我最近常常听到 就是有一种 咸 咸 那又有说咸不是咸 就比如说像肝咸 是 然后肝咸 有人跟我讲说 会肝咸到最后 你跌到脚的断去 我说现在是你说咸 真的假的 有这个现象啊 有 肝咸是一个 很特别的自体免疫疾病 那病人会出现在一些 额 四肢 头皮 然后一些 皮肤皱褶处 那他的点心 就是我们这里的 面对 那个前面的点心 脸不是最常见 最常见是头皮啊 然后皮肤的躯干啊 皱褶啊 这一些地方 头皮在哪里 头皮的头发里面 整块都会 对 所以他常常 你就看有人在一直 是 有些人会红 然后脱屑 大家以为他是头皮屑 其实他不是 他是干血 然后那是一个 很特殊的免疫疾病 就是你看 你从他那个头上 这样看下来 然后有一堆堆雪花 然后几个白白的那边 不见得是头皮屑 是有些人其实是肝线的味道 很多耶 是 捷运上这样 常常看得到 就做了一整排 就会有一些 你偶尔看到 很想把他买了个洗髮精 然后有一些人 可能皮肤露出来之后啊 他可能会出现说 很红 而且会有 脱很多 颜白色的血 你说皱褶是像 像是一些 呃 像是一些 对 皮肤皱褶 像是 腹骨勾啊 就是 呃 大腿的根部啊 或者是一些 肚臍啊 这些地方 有时候都会出现这些 皮肤的表现 比如说 像这个 是 这个 皱褶的地方 没错 或者这边 对 就是手 肘的 上 上步 是 然后 你会常常会这样子去 会 不自主会去抓他 呃 他不一定会痒 可是他会 他会有刺痛 不舒服 有些人会觉得痒 然后呢 他会因为很脱屑 所以有些人会 也会不自主想要去抓他 我们视觉上 要怎么去看啊 哦 这个很明显 其实 呃 各位听众 只要有看过一眼 你就知道 嗯 他是一个很典型的疾病 他是 俗称叫银血病 他的病人会出现 一块一块的红疹 上面会有很多 银白色的那个 像头皮屑 可是在皮肤上面 皮肤也会 不是只有头皮 是 那 当然 那个屑的 样子都很像 头皮的 跟手的 都很像 对 如果你有上 你其实只要看过 真正的病患 或者是上网路 查一下图片 其实就非常的 印象深刻 嗯 那当然 那在肝癬的病患 这个银血的样子 现在你开车 没法叫他们 Google 是啊 是啊 那现在 这个肝癬的 这个病患 除了这个典型的 银血病座 他还有好几种的表现 有些皮肤红 这一类的 所以 所以 当然这个 有这些症状的诊断 当然是要给医生来做诊断 对 所以 就是 如果我们现在 就会发现说 有一点点刺痛 是 然后 红种 是 然后 那个 红种会有点 粗糙吗 会 然后就是 好像就是一块 红色的 斑 斑块 然后上面有很多 银白色的脱屑 你会觉得 皮肤变厚 然后呢 他会有 就是 脱屑的一个样子 嗯 然后这个就要小心 说是有 干险的问题 跟小秋枕就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就整片 是 他有时候会是 很严重 整片 粉红色 哦 严重会很满红的 会血红啊 就介于血红跟粉红中间 是 就是他那个 那个屑屑的下方 他会整个 反正你会看到 就是有一点点白色的屑 然后自己 有一点痴痴痛痛的 然后看起来整片红的 你自己可能就是 啊 这应该是 要小心是有干险的问题 是 哦 那 那 那 蔡医师我可以请问 干险是 险吗 是 大家看到这个皮肤的表现 因为我最近看 好像有人说 干险不是险 是 险又是什么 我们一般指的险 死的是一些 像是一些感染 像美菌的感染啊 这一类的 那 再来的话 干险它不是 它是一个 自体免疫的疾病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 皮肤的表现会担心说 啊 这是不是传染病 其实肝癌的病患 并不是 也不用担心它会传染的 我都误会 是 所以大家看到都会觉得说 啊 这个东西 离它远一点 会不会传染啊 其实并不会 妈妈就把小孩拉过来 是 那因为它的会影响 很影响你的外观 所以呢 病患也很深受这个 外观所困扰 因为大家会觉得说 这个人会不会担心有感染 有传染的风险啊 这些的 所以会有自行性的问题 对没有错 你临床上面 他们来的时候 有时候会 痒痒痒痒痒痒痒 例如说 明明是夏天 可是呢 因为病患 它的肝癌的位置很 区域很大 所以他可能要穿一些长袖啊 长裤啊 去把这些肝癌的部位遮住 暖得要死呢 对 可是他还是没办法 因为如果露出来的话 有些人的症状很明显 那他可能会 遭受到周遭的一些 异样的眼光 大家会一直看这个 皮肤的位置 然后感觉 这是不是有感染的可能 这样子 可是也不能怪这些看的人 因为真的是有点明显 对不对 对 因为他确实是蛮明显的 不知情的民众 大家没有这个 这个观念的时候 都会认为说 这个东西 其实是有可能是传染病 这样子 所以 其实我们要怪这些看的人 也不对 因为难免妈妈也是会担心 是 所以 你搞不清楚 肝癌跟癌的不同 所以我们 今天就是要让他们知道 是 要让他们知道说 这个肝癌 是怎样的一个疾病 然后他可能会有些什么问题 这样子 会造成的 大概是 你说免疫嘛 对不对 所以 应该是 老累 是不是 会发生肝癌有非常多的原因 第一个是有家族遗传 就是爸爸妈妈有这个 肝癌的一个病死 那小朋友家族 通常据统计 他有四成的病患 是有家族死 真的吗 所以这个跟遗传很有关系 然后第二个是 免疫系统的被不正常的活化 举例下来说 有些人是创伤 受伤 这个地方 比如就开始有一些变化 免疫系统被活化了 或者是一些我们认为的一些 环境因素 像是 熬夜 感染 压力 睡眠 这些都是有可能引发 诱发肝癌跑出来的一个原因 熬夜 睡眠不足 是 然后还有一些 像是感染 细菌感染啊 感冒啊 这些 虽然肝癌本身不是细菌不是病毒 但是感染过后 会并发 会诱发免疫疗 诱发免疫疗 压力大也会 也会 是 所以它其实也算一种文明病算不算 对 随着这个我们现代人的生活 它压力越来越大 这肝癌其实 还有就是我们的胃胶腹肌 这个病在门诊出现的频率就越来越高 大家都比较知道这个病 所以真的 不要给这些 肝癌病人 它有异样的眼光 所以 主要刚刚我们开始讲 讲病症的原因是 让大家清楚一下 不要 当然难免啊 我知道人跟人之间 哎呦 它那红红 那是打在那里啊 但是 其实它不是会传染的 是 就算我这样子摸着 它也 不会不会 它不是会传染的 方法血剥掉也都不会 没关系 不会不会 它不是传染病 对 所以它就是一个免疫系统的嘛 那所以 其实就是建议 就看看 它 它也很困扰 是 所以 给它 赶快 就叫它去看医生就好了 是 现在有很多一些 呃 治疗是非常的好 所以这个 肝癬现在这个治疗 它控制的 可以达到很理想的状况 太好了 可以治疗的好 那 等一下 先休息一下 好不好 不过 刚已经有很多人吓到 开始想了一些画面 但是 广告回来 要请蔡医师来告诉我们 那我们 还有什么样的病发 或者是要治疗的方法 不过我就自己三个都去 买药膏 对 所以现在 有什么一些治疗的方法 我们等一下要好好地讨论 好就洗一下 欸有没有偏方啊 呃 有一些人是用中药 然后像中 有一些中医也有在治疗肝癌 像他 我知道长庚的那个中医 有一位灵营古医师 自己发明了什么清代膏 所以那个中药有些也拿来用 不过现在 以西医的角度来讲 因为很多新的药物 生物自己打针的 那个其实控制的很理想 所以我们还是会建议说 如果真的是严重的 还是来医院看一下医生做处理 那传统有没有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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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说什么什么 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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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有这种东西 中医啊 中药 有些自己的偏方嘛 可是这个都不是那么正统嘛 但是以前传统实在应该还好啦 比较没有压力跟睡眠不足的问题 对啊 也有以前是说这个病 大家没有那么意识到说 就是要来看医生 所以以前可能就有 把你休息一下就好啦 就这一次这样啦 他虽然说有影响 可是他也不是那么常跟人接触啊 或什么 但现在人对外观的要求是越来越高 真的啊 所以你只要皮肤有问题啊 那其实很容易就会压力 就会受到压力 卸足腫 哦对啊 那个有时候就会 人家说你这怎么了 人家就一直关心啊 对啊 我说没有啊 以前跟人家闻家就把我抬一趟了 呵呵呵呵 啊 好 好 欢迎回到HitFan罗友志抢新闻 新闻不够抢 政府不像样 今天解决一下我的自己 那个自肥一下 因为我今天邀请到我们 屠城医院的蔡炳康蔡医师 来跟大家问个早 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蔡医师他的专场是 风湿过敏免疫科 这个科 用风湿 再加过敏 再加免疫 蔡医师这个是你们的专场是 哦 我们风湿过敏免疫科 主要分三个部分 一个是风湿疾病 像是骨关节的一些疾病 病症 退化性关节炎啊 痛风性关节炎啊 类风湿关节炎啊 第二类是过敏性的问题 像是一些食物过敏啊 过敏性鼻炎啊 这一类 第三个是免疫系统疾病的问题 举例来说像是全身性的红斑性囊肠 硬皮症 皮肌炎 这些都是在风湿过敏免疫科 可以看 今天我重点是要问痒啊 出这个痒痒 出那个痒痒 肝癌啊 但是肝癌不见的是完全是痒 是 症状会刺痛 看个人的表现 但是大家最典型的症状还是说皮肤会红 然后呢会脱血 有些会刺痛 有些会有痒不舒服的感觉 都会有可能有 它是属于你风湿过敏免疫中的免疫 对 它是算一种免疫性的疾病 对 如果我自己发现有肝癌 我应该怎么去面对它 第一不建议的是自己买药 对 因为第一个你必须要去确认它到底是不是肝癌 所以一般来讲要请医院来看医生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呢 如果你 医生也没办法确定说是不是肝癌 有时候甚至要做皮肤的切片才能做确定 真的啊 它有类似的病的 那个外观外貌 有可以被误诊 当然医生不会误诊 我说我们自己民众误判 的类似的嘛 皮肤病 有的时候它跟一些感染性的问题 它看起来不一定很明显 例如说尤其是有可能红皮啊 他可能病人会觉得说 这是不是别的问题 是感染啊 或什么的 因为肝癌不是只有其中一个丫毛 它其实有五种的形态 所以这个其实如果不确定 而且是比较严重的皮肤疾病 还是会建议去给医生看一下 比较确定是什么问题 好 所以第一个 蔡医师跟我们指示的就是 不要自己轻易的买药 主要是因为你不确定这个肝癌 或者是它的程度 是 所以先去找你 对 可以来看 所以我要挑的是 不是调皮肤科而已 皮肤科也可以先去看 他会告诉你说 你去免疫科 就是如果是 这样讲 肝癌这个病 因为它是有全身性的疾病 那当然最主要的表现是皮肤 但它也会出现一些关节的症状 对 像是一些周边的关节 关节发炎 脊椎的发炎 眼睛的发炎 所以皮肤的部分 我们一般来讲 会比较专注在皮肤科这边做处理 可是呢 他如果出现一些关节炎的症状的时候 这时候就会来 风湿免疫科 来做处理 这就是我要接着要很大的一个疑惑了 是 其实 为什么皮肤的东西又跟关节会有关呢 是 这是我很无知的问吧 对不对 不会啊 这其实大家都蛮觉得蛮意外的 所以 呃 肝险性 肝险的病 我们刚讲是个皮肤的疾病 可是它其实呢 是免疫系统不正常被活化 那也会产生一些很多发炎的细胞激素 所以这些细胞激素 不会只有 侵犯到你的皮肤 又把皮肤的病变 它也会影响到你的关节 甚至它有很多病发症 有些人会影响到眼睛 导致红彩炎 红彩 红彩 是 眼睛发炎 整个红 红彩的位置 就是天上的红彩 对红彩炎 哦 那再来有些人会 那它的症状就是眼睛周围会红 没有眼睛的这个 整个眼睛里面看起来是红 眼白 眼白的位置 红红的种种刺痛 不舒服 所以当我发现我好像有 手上有一些小红块 皱褶的部分有些小红块 然后眼睛又红红的 这两个可能就会有相关 是 有时候是有相关性的 哦真的啊 对 所以如果 但是这个红彩最好还是要给眼科医生确定 因为眼睛有太多原因了 对对对 如果它跟你讲说是红彩炎的话 其实很多时候是跟这些免系统是有相关的 那我们会再进一步去做确定 哦 对那刚刚讲到说 甘线除了说有这个眼睛的红彩炎 它可能也会出现脊椎的发炎 对 有出现那个指甲的一些病变 指甲 是 甘线会导致指甲整个会有一个 像是甲床分离啊 然后指甲会有一些像是 呃指甲的一些 呃增厚啊 这些都是它可能的变化 所以我我我今天如果 自己去摸这个金甲 是 那看得有点 比以前厚 呃它通常那个厚是很明显的增厚 抽抽抽 对然后它可能会指甲就是 变黑黑白白的 呃 它整个会就是 比较黑 然后角质增厚的感觉 就跟一般人的指甲看起来不太好 对 你就觉得这个指甲不正常厚厚的这样 就可以给医生检查一下 那再来的话 有些人会假装分离是说 我们有的时候指甲不小心被掀开 不是整片会白白的嘛 对对对对 它就会有类似这样的现象跑出来 哦 对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说 除了指甲之外 有些人除了眼睛之外 脊椎也会发炎 它会造成脊椎的像是 肩长关节的发炎 病人可能会有背痛啊 下背痛的现象 下背痛 就是腰以下 对 其实它整个脊柱都有可能 下背之外 整个背部啊都有可能 颈椎有时候也会轻翻到 颈椎那会在 那个高光这边吗 颈椎 颈椎 颈椎的位置 就是 这胸骨这嘛 对 胸骨的 对 它会有一些发炎的可能 反正你会觉得痛痛的 是 然后再来有些人会在一些 肌腱的位置 像是那个 膝盖啊 脚跟的阿基尼斯腱啊 它会中起来 那这些都跟 这个 肝血性关键有关 这就是免疫的问题 免疫的疾病 因为 像你刚刚说的指甲 很多人说指甲啊 那些很多人 一看就是 免疫系统不好 这是真的有 有那个道理的 是 有些时候这个指甲的病变 其实是跟免疫系统疾病 是有关系的 所以那些文章说的是真的 对啊 有人说观察一个人的身体健康 有时候看这个 金嘎 对 所以 肝癌的病人 他指甲的病变 就是会不正常的症候啦 假装脱离 这个其实有看过我就知道 所以 大概 他的指甲会跟正常人的指甲 看起来 很明显的不同 反正你一看就知道 一看就知道了 我们就是青青 对 然后红红 对 那他可能是整片就 那个角质 一个是这个 一个是角质整个变厚 然后可能指甲可能会有点萎缩啊 这些的 跟灰指甲不一样 你很容易就分辨出来 呃 看起来是不太一样 但是有些时候 就是病人也不容易区分啊 所以如果你有这些病症 我说实在来 广播我们 我们请蔡医师 土城医院的菜品看蔡医师来 虽然他是在风湿过敏 免医 其中一刻 你就搞不清楚了 所以不要自己当医生 我这个有这句话 对不对 因为有些时候 其实病人不知道说 原来这些疾病是有相关的 对啊 所以有经验医生一看 就原来这些是 可能是同一个疾病 这样子 我觉得你这一颗又更难的耶 对 这些都是一些 因为可能 比如说感冒 我很容易说 你感冒了 打脑脑脑脑脑脑 你就去看那一颗 然后 比如说我骨头 怎么样 我自己大概知道 我骨鬆了 我60岁了 但是你这个真的很难自己当医生 而我们又常常喜欢自己当医生 对啊 所以这些自体免疫疾病 所以这些病发症 我一定要 我有一个初期 我就去找医生就好了 是啊 所以肝癌的病患 最早出现的症状 大概还是皮肤最常见 所以病患就是在 我们会讲一个叫做336的法则 病患如果说发生在 最常出现在头皮 指甲 皱褶 有出现不正常的一些干险 那这个要小心 头皮 指甲 还有皱褶 开车的人 你给我下车再看 对 不要现在看 然后再来呢 这些为什么重要是 因为这个除了出现干险之外 有这些 这些地方病变的病人 他特别容易产生干险性的关节炎 就是这些地方皮肤有病变 那之后产生干险性关节的机会会更高 那再来呢 如果说呢 病人同时已经出现 关节的肿僵痛的话 那这个时候呢 就要尽早趕快去看医生 关节的肿僵痛 这个连结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干险 然后因为他的一些 免疫系统 你会轻视到一些关节 那一样会造成关节的发炎 连结原因是因为 干险刚刚提到 他是一个全身的病变 所以他刚刚讲到说 我们皮肤 我们会有眼睛 指甲 会有背部 其中还有另外的症状是 周边会有关节发炎 那这个连结一定要提醒一下大家 是 休息一下 还有一个六还没有提醒 六才是最关键 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 我怎么没有看到 我想说 对啊 我想说 是不是要讲到 那个 心脏病 应该是这样吧 三三六法折 那个六才是重要的 其实通常干险的病患 都自己知道 他有干险 可是他 不一定会注意到 他有关节炎 因为 这个看得到嘛 对 但是关节炎就会觉得 他都觉得 这个到底是不是干险 所以这个 我是不是去讲到 我是不是会去 通常干险这个病人 因为他 有皮肤的问题 现在看医生很容易 所以其实 干险这个诊断 大概 不难 大部分人都大概知道 皮肤科医师也会跟你说 对你就是干险 可是如果出现关节人的症状 他有时候不一定有意识到说 啊这个有关节的症状 然后可是关节一旦被delay治疗之后 就 关节坏掉就坏掉了 嗯 所以一旦出现关节症状 一般都要建议 早点赶快去处理它 所以才说他都要把握 这个黄金六个月 就是因为这样 你必须晚点治疗 挺多就是 不没关嘛 可是关节一旦破坏就坏掉了 然后就常常觉得 没关系 没关系 就例如关节通常在冷下 吃点消炎药 晚点忙 不看医生 可是久了 其实严重的话 关节会破坏掉 会被残障 哇 这就跟那个另外一个闭言很像 雷风湿性关节 也是整个关节的关节 那也是免疫系统的问题 雷风湿性关节 对这也是免疫系统的问题 这也是免疫系统的问题 都同一个病症 那是过剩 欸对 你的免疫系统不正常的 攻击你自己的身体 他没有办法辨识自己的身体 我一个朋友他还有葡萄菌膜炎 是不是 是葡萄菌膜炎 欸那时候就葡萄膜炎 葡萄炎就 呃跟眼睛的问题 眼睛眼睛 所以跟钢黄残炎是同样的意思啊 哦真的哦 嗯 病症是一样 对眼睛黄眼睛肿 就葡萄膜炎 我那个朋友就一直叠音 要一直叠音要一直叠音要 对 对 好 好 好欢迎回到HeaderFan 罗友志 嗆新闻 新闻不够嗆 政府不像样 哇今天真的很感谢 我们今天邀请到 新北市土城医院的 蔡炳和蔡医师 来蔡医师 来蔡医师跟大家问个早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然后他主要是风湿过敏免疫科 因为在这个热的天气 难免都会有一些状况 皮肤症 皮肤疼 皮肤痴呀呀 大家都会觉得 我是不是什么 那千万不要自己当医生 因为我们今天我突然发现 有可能是叫干险 所以这一路 刚刚前面两段 提醒大家一些病症 那大家也不用太紧张 因为 趋势在这个地方 都还好解决 那蔡医师 带来一个观点叫 336 蔡医师可不可以跟我们 336简单讲 尤其最后那个6 好 336法则主要是因为说 第一个 我们干险的病患 其实大家 因为现在医疗方便 大家很多都有去看医生 知道是干险 对啊 可是干险的病呢 常常会忽略掉的是说 它会出现关节炎 那这个关节炎 大家就想说 我吃吃点下来 就好了 那336的观念就是说 如果干险的病患 它的症状有发生在头皮 指甲 坐折的位置 这个时候 产生干险性关节的机会 就比较高 而且如果你本身有干险的病 你又出现了 关节的肿 僵痛 这三个症状的时候 应该要立即就医 原因是因为 在六个月内 赶快去治疗 把握狂定治疗期 因为关节一旦破坏 就破坏了 就回不来了 真的吗 是 不可逆 不可逆 所以目前的治疗观念是 越早把这些发炎 关节炎控制好 那 挽救你的关节的功能 等到你关节都破坏变形了 这个其实医生也救不回来了 我先 我先复收一下这个 因为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前面还没有那么担心 一听到后面不可逆 就不回来 这几个次我就 因为我有恻隐之心 第一个 三三六 第一个三是 头皮 指甲 跟皱褶 三 这三个 你觉得 有某些 出现一些红肿症状的时候 就 有可能 肝癌的症状 发生在这三个部位 就要特别小心 第二个三 是 僵 肿 痛 如果关节 周边的关节就跑出 捏捏 对 尤其是手指啊 这些关节 就会肿起来了 会痛 会僵硬 那这个时候要特别小心 就可能跑出肝咸性关节炎 而且你要把握时间 所以那个六 六个月内的黄金治疗期 就是越早开始治疗 最糟会怎么样 最糟就是会整个关节破坏变形 那就整个 眼中会变成残障 真的假的 真的 只不过是一个皮肤病耶 是 大家以为它是个皮肤病 刚提到它会有全身性的症状 其实它还有一个表现叫做肝咸性关节炎 据同意大概有15-20%的病人 肝咸的病人可能会出现关节炎 10个 100个到12个到 100个里面大概15个到20个 那几率算高耶 对 所以它可能先发生肝咸 几年后出现关节炎 那因为肝咸是在皮肤上 很多病人可能去看医生之后 他说他是肝咸 对 可是呢他就常常会忽略到 或许有出现关节炎的症状 这个心态是 就是会好啦 我就论一下 对啊 他就有些人说 稍微只是痛啊 不舒服啊 吃点消炎药啊 那就不用去看医生啦 但是其实我们现在不要会提出呼吁是因为说 一旦发生肝咸的关节炎的话 你延迟治疗 其实就很怕说 关节一旦破坏了 那就破坏了 关节功能就回不来 因为这个真的是不可逆 是 那肝咸 那我们待会去找蔡医师 那你会先给我们一些药剂 或是打针 对 肝咸是这样 就是如果是单足皮肤的症状 我们会 先不讲到关节 我们会建议先给皮肤科看 OK 但是呢如果出现他的病发症 比如说是消除他的肿痛 他可能会有一些药膏的处理 照光的治疗 那如果你就出现皮肤的症状 也要还有一些打针的新的药物 可以做治疗 生物质剂 那再来就肝咸性关节炎 这个部分就会来同时免疫科做处理 OK 哇 那个风湿免疫科 你们主要处理的是关节炎的部分 是 那可能前面 我有肝咸皮肤症状的时候 皮肤科医师可以帮忙 是 这个部分就是皮肤科的治疗 对 那到你这边 你也是可以帮忙开同样的 皮肤一些症状我们会试情况 当然有一些比较偏皮肤 专门皮肤症状 就会是以皮肤科为主 那皮肤科为主 但是如果合并一些关节的一些症状 皮肤科医师就会请你 到蔡医师这边来 是我们会互相合作 如果皮肤的问题 可能会在皮肤科这边做处理 但是呢如果是关节的问题 他会转接到风湿免疫科 所以我们跟皮肤科是 两个合作的一个团队这样子 所以你一接到的时候 就不再只是抹药而已 对 通常到我们这边做 就开始用一些风湿免疫的药物 开始做处理 治疗这个关节 比如说 我们比较常用的一些药物 是一些疾病修饰的免疫药物 疾病修饰 就是像电视上最近在广告的 奎宁 川普爱吃的奎宁 他就是有免疫调整的效果 人家也不是爱吃 只是傻傻的吃 而且听说好像哪个州 有一对夫妻还是母子 跟着吃 这个听到的是说好像 他吃的不是人类的药物 对呀 鱼的 鱼的奎宁 所以这个 这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所以我们不建议病人 在没有医生处方下 乱去使用这些药物 还是要在医生的处方的监视下 来使用药物 才是安全的 各位听众朋友 蔡氏真的好可爱 还故意举这个例子 让大家知道 我讲真的啦 我跑那么久的新闻 其实病不是病啊 是自己乱自己当医生 那才会是病 尤其自己 又要去吃 买药来吃 我觉得真的是 尤其今天这个 肝癌性关节炎 肝癌 我真的觉得 如果你真的有以上的症头 336 真的不要自己当医生 是 有些药真的是蔡医师才有的专业 对不对 那除了疾病修饰的一些药物 这些药物 当然有它本身的副作用 那最近这10年来 又有出现很多新的生物质剂 一些新的一些 专门去抑制这些发炎的 这个激素的一些新的药物 都是吃药 哦没有 刚刚讲那些疾病修舍药物是吃的 那生物质剂有一些是用打针的 注射的 注射的 会有抑制肝癌皮肤的表现 然后会抑制关节的发炎 所以它基本上可以把这个肝癌控制得非常好 所以我就不会那么痛了 对 所以这10年来 有在看医生 真的因为这个问题来看医生 乖乖的真的在看医生的病人 其实现在很多新的药物可以做处理 所以以前认为在我们老师的那个年代 这个病是一个没有办法处理很好的病 常常会有一些严重病发症的病 但最近随着医疗的一个进步 这个病越来越可以控制得非常理想 病呢 甚至会皮肤的症状完全消失 像正常人一样 可以像正常人一样 所以大家真的不要拿自己的时间开玩笑 治疗黄金时间开玩笑 而且我们等一下再请教医师 这些治疗的方式还有哪些 可以给大家比较安心一点 休息一下 治疗选择 对不对 对 症状都有了 合并关节炎的情形 我们也有说 有啊 15到20% 然后患者沟通 对 这个也是 这个好不好沟通 有没有人会抗拒 有啊 例如说他有胆固醇膏好了 这个病常常也会合并心血管疾病 跟代谢症候群 然后他胆固醇高 然后问他说要不要吃药 血管疾病跟代谢 对啊 心血管疾病跟代谢症候群 那有些人就 就不想吃药 对啊 我们有很多病人就说 你胆固醇膏要不要吃药 然后 他们就不一定愿意啊 例如因为胆固醇的 药的腹症有些人会肌肉痠痛嘛 对啊 他就不想要 但其实真的发生的几率不是这么高啊 所以到时候他是 残障他是 截肢 哦你说关节也嘛 对对对 他不会到截肢 他就整个歪掉变形 例如说这样子的手 你要去开门 你可能就开不了 严重的话会整个都变形掉了 所以我常看到有一些 这个手不方便的 不见得是天生残障 不一定是 呃 他有时候也许神经嘛 也会萎缩 但有些人其实是 你看到是关节坏掉的 所以我去看他是不是 关节的部分就是 对对 是关节变形的 那类常常都是有可能是 像肋风湿性关节 干险性关节 这些会破坏关节的免疫疾病 OK 这个真的是 免疫尤其免疫 我常常会有免疫 的问题 免疫说广也是很广 所以这个 这十年来 医药的进展非常的多 因为我们不能讲得太清楚说 是什么药 可是广播上不能讲 可是其实这些药 自从他上市之后 控制效果都很好 控制非常好 对 如常 他就像标靶药物 我们用单株抗体 去结合到发炎的物质 就像癌症专门 就是抑制那个癌细胞 他就像寻衣导弹 就接着到发炎物质 很准 很准 只依这个发炎物质 所以其他的副作用就比较少 就像你生活如常 嗯 好 好 欢迎回到Hit Event 罗友志 抢新闻 新闻不够抢 政府不像样 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 看到这两个字 我就很有亲切感 土城 新北市土城医院 我们的风湿过敏 炎医科 我们的主任蔡炳翰 蔡主任来跟大家问个早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早安 因为我是土城人 是 好 我们到就是去做什么 便宜的病 最近都看到 哇 矗力起来 我突然就发现我自己健康多了 哈哈 因为有蔡医师你们在 是啊 希望我们可以有帮助 这个土城地区的一些居民 他们的健康可以由我们来守护这样 欸 要欸 真的以前 我们土城都觉得 我们是也不疼奶奶不爱 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医院 我们土城人口也将近三十万了 二十几万 但是呢 我们如果再 好 我打比方 像土城医院那个地方 以前是弹药湖的附近 金城湖三段的那个地方 你如果不小心在那边发生车祸 救护车去载 我没有地方喔 因为刚好在山不管 我要嘛去亚东医院 你看有多多远 是 然后要不然呢 就到恩祖公医院 喔 那个还要拌三个而已 我这两边去哪边 他会告诉你都一样 港宽 对啊 所以希望在这个 新北市医土城医院 希望可以提供在土城 还有土城附近的一些居民 更方便的一个医疗的 可救医的环境 真的是我的华佗 是 真的是我的救命人 而且你们算是 常科 常科是教学医院嘛 对不对 里面的医生 目前都是由 长根 体系的医生 然后呢 直接调集到土城 所以水准也是 所以当然一定都是 所谓的长根医生 就是说领口长根医院的医师 去这边来做职业 喔 太好了 是 我放心了 好那我还是不能生病 尽量我们不要见面 是 要见面我也可以安心 我代表土城二十几万相亲 跟你们说谢谢 那这是我们的荣幸 哈哈 但是今天主题是肝显关节炎 我们刚刚提到这些药物可以给我们什么样的恢复能力 那当然蔡医师跟我们说过啦 除了一些皮肤抹药 对不对 还有一些抑制性的 对不对 那如果在关节炎 这已经到了 你觉得这有没有分 短中长 或者是轻重 中这种 我目前的治疗大概就是这样 第一个 皮肤问题当然是 前面讲过 皮肤科做处理 可能是药膏 那再来呢 有一些照光的治疗 照紫外光 它也会改善皮肤的症状 但这会在皮肤科那边做 那再来呢 针对关节炎部分 我们会有几类 几类的药物 像原子痛药 再来刚刚讲的疾病修饰的药物 修饰的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如果真的还是很严重 有一些新的药物 像打针的生物质剂 这些都是 对于这个疾病控制 非常有效的方法 那当然有一些人是 比较晚才开始治疗 那我们会 例如关节症已经破坏了 很想到你的生活 那可以考虑一些手术的方式 那还有呢 就是说 那再来有一些事 除了这个之外 我刚刚讲到这个病 有时候会影响到周边的关节 也可能影响到脊椎 所以呢 这些物理治疗 也会对这些疾病 会有帮忙 陈医师 我可不可以问 比较食物 是 你有没有碰过一些 肝险性关节炎的病人 然后你跟他合作 然后再跟他沟通的经过 有什么要提醒我们的吗 有人很惹气的那种 那我刚刚讲到的是说 有几个 第一个是肝险性关节炎的病人 我有遇过就是有一些病人 很年轻 大概30岁的男生 这个没有年龄限制 没有 他其实很年轻 从这个 很年轻的 其实有时候小朋友 有时候就会出现感情 儿童也会 对 然后到年纪比较大 五六十岁都还是会遇到 儿童的压力在哪里呢 这个有时候很难讲 例如说家族的遗传 刚刚讲 DNA 对啊 再来的话就是说 我就遇过一个30几岁的男性 然后呢 他本身呢 他就工作很忙 然后所以呢 睡眠不足 对 然后重点是呢 他因为很忙 所以他没有空定期的回诊 哦 他已经知道自己是肝线了 是 他皮肤症状很严重 可是呢 他就是因为工作太忙了 每次会说 一大块 哦不是 全身到处都是的肝线 脱靴 哦真的啊 对 他比较多 他那个区域可以很多啊 一片啊 一片啊 有不到50%了 有些人会认识超过啊 很严重 或全身都有啊 他还不回诊啊 他不是不回诊 他就是呢 工作忙 工作忙 然后他就不规律的回诊 所以每次回诊的时候呢 一方面第一个 皮肤的症状 第二个他其实已经出现 关节的症状了 然后呢 每次想要跟他们讨论说 哎 我没有办法很积极的治疗 他就说啊 工作太忙啊 没时间啊 所以你头上就把他摸下去 是啊 但我们 我们是很替他着急啦 因为 没有固定的使用药物 我们还是会担心 刚刚讲的嘛 关节破坏啊 那再来呢 其他的肝线的病患 我们还有 有注意到其他的事情 例如说 有些人因为肝线会跟 除了刚刚讲的那些冰发症之外 他可能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上升 弹性症候群的风险会上升 所以有些人会合併一些 血糖高 胆固醇高 那每次问他们病人 你都告诉他的 是 跟他们讨论说 要不要做药物治疗啊 你不是在恐吓他啊 对 有时候甚至抽血也是 发现已经高了 但是呢 问他要不要做药物治疗呢 他就不想吃 所以其实 病人都会有各式各样的考量 有些是工作的问题 有些是他自己不想吃药 有些认为他靠隐身用 他已经到打针的地步吗 还没 呃 没有 就是我们一般目前要打针的话呢 要需要跟健保申请 他前提是你必须要有固定的治疗 先观察 他治疗一个疗程 都真的效果不好 才能用去申请 所以他连前面那个还没做到 是啊 我们就希望他建议固定的回诊 是温头侠人吗 没有 这个之前是在台北医院 不是温头侠的鄉亲 如果是我爸爸你要告诉我 没有 一定会特别看见 那后来怎么办 呃 所以目前也只能说 就是尽量以口服的药物来做处理 可是呢 每次看到他就觉得说 其实我们应该可以更好的 我们应该可以控制得更好 但就很提他觉得可惜 他关节还可以吗 呃 其实有一些关节已经有点变形了 30几耶 是啊 他结婚了吗 这个我就没有问得那么仔细 你要问你老婆小孩想想 是 因为这个东西是 因为你开门也不方便 走路又一拐一拐的 会不会 呃 他现在是手的关节有点不方便 但我相信 目前还没有影响到生活的态度 可是我们会担心的是说 现在不控制好 久了之后会越来越严重 我不管你是哪位先生 现在我刚好在线上听了 麻烦 去找蔡炳翰医师 我命令你 我命令你 太夸张了啦 30几岁还有很多美好的未来 是 那 他们除了 你跟沟通的过程里面 你觉得 嗯 他们最最难沟通 或者是你觉得 他们应该怎么样相信医师 会比较好 像刚刚那个是不不 就说自己没人 对啊 呃 我们 跟病人沟通大概第一个 我们还是要需要知道病人到底是 第一个我们要跟他解释清楚说 这个药 这个病 如果不是治疗的一个后果 嗯 那再来呢就是我们会跟他解释 所有的可行方案 跟可能的副作用 那但是呢 其实 通常讲到这边呢 后续我们会建议嘛 但是后续就看病人的想法 有些人真的是 当然有些人很 听从医生的指示 但有些人就很多自己的顾虑 我们刚刚刚讲的 担心副作用啊 吃药会不会有问题啊 长期吃肾功能不好啊 肝功能不好啊 肝功能不好 其实这些医生都会 比你还小心 比你要注意的 乖齁 乖 我来找蔡兵安医师 等爱齁 你最后有没有什么 在肝癩关节炎部分 想要提醒大家的一分钟呢 呃 第一个 如果出现严重的皮肤的表现 那当然是建议先给皮肤科治疗 但是呢 如果已经 你本身就是肝癩的病患 有出现关节的症状呢 那记得来奉事免疫科做处理 嗯 尤其是我们知道说 把握黄金治疗期 大概在六个月内 可以赶快处理呢 这个对你的治疗会效果越好 太好了 好 如果有以上的症状 赶快开完车 赶快下去自己看一看 没事最好了 没事就赶快去吃喝完了 有事就看医生 好 好 谢谢今天测评和医师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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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